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昨天中共环球时报发表了一份评论 题目叫做美国疫情吃紧 栽赃中国更有动力 那么环球时报的评论呢 这是直指了民主党政府 说呢 这个政府要把溯源搞成中美之间的尖锐冲突 吸引美国人注意力 从而淡化拜登团队上任来的抗疫失败 并用这个冲突展现对中国比共和党政府更加强硬 从而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当中呢 压倒对手 环球时报这篇社论 我们就想它有怎样的一个背景 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来聊这个事 你看他这个文章中是罕见直接点名拜登 并说他对于川普是萧归曹随 别说对美国政治有一些基本了解的人会耻笑 估计拜登本人也会感到很委屈的 说他销归曹随嘛 我们一会儿就说说环球时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他放出的这些舆论仅仅是民族主义一贯的喧嚣呢 还是有来头有任务 那么从新华社央视同时展开对美国病毒溯源调查的反误 这个动作来看呢 这篇评论显然是近期中共中央一级的媒体要完成的一个统一任务 就是用不同角度 不同话语形式 不顾一切的把疫情责任方推回到美国身上 要让中国的党政军民开始形成新一轮对美国的仇恨 从而对下一步随时展开的中美全面对抗乃至战争状态 做好全民战争动员 好 我们回到环球时报这里 胡锡进他为什么会直接点名批评拜登他哪来的胆子 前一段时间 中共智囊学者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狄东升 在视频中说到说拜登家族同中共的联系 并说拜登入主白宫会受到中共影响 这些由中共这些所谓一流的智囊学者提出来是很有意思的 彻底的暴露了这些政治秘密 这个与拜登家族生意合伙人叫做伯布林斯基 在福克斯的谈话 和伯布林斯基本人在美国国会的佐证是相互验证的 这是政坛上不可公开却有人人皆知的秘密 中共等待着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对中共网开一面 多一些活口 多一些出气的气口 所以通过什么台海演习 通过阿拉斯加会谈 其实都在做不同的测试 表面上不管怎样表演 私底下中共是有期盼值的 而且也会很默契的一直不给予对美国县政府的直接批评 那么胡锡进哪来的胆气点名拜登政府呢 先说一下环球时报 这中央电视台 知道那个叫大裤衩 是吧 现在那个新台纸吧 它东边呢 你往东边走 开车也就是一脚游 就是人民日报社了 很近 那大院子里面有个独立的白楼三层 那就是环球时报的办公地 属于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编制 它有个目的是什么呢 当年九十年代初期见报的时候就是透过报纸看世界 然后呢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一个往外看 一个往你看 实际上都是给中国人看 它是为了迎合中国开放国门世界的讯息涌入中国的背景之下 它还要继续控制中国人获得信息的来源这个目的 什么叫做透过报纸看世界 那不就是透过环球时报 透过它还时不知不觉中 给这种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吗 那外国人看中国呢 你经过它这么一加工 你看 外国人看中国都是这样 其实不是 那就是那么几个中国人的老朋友给代表的 随着习近平2012年上台 中共海外扩张加剧 对世界的冲突也加剧了 相对于中国媒体生态中 咱们知道有个南方系吧 南方周末这些南方系 环球它在北京 它跟中央全面左转跟得很紧 把握中共高层核心决策动向 直接放话放得更多嘛 是吧 所以它就比南方暴戏更为重要了 所以呢 这个环球时报的角色呢 重要了 变成了一个对内操控民族主义 对外宣导中共各类政治意图的主要喉舌 它后来不是跟人民网还成立搞了这个环球网吧 也搞了这个环球时报的英文版 开始对外宣传这一谈 讲好中国故事 那么这一篇报道 昨天这篇报道 对于拜登政府的点名批评 就是说是准确的反映出 目前中共最高决策层他们放的话 说明了对拜登政府部分改变 其前任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幻象幻影正在破灭 那种期望值没有了 中共领导层现在实现得出一种结论是什么 这拜登政府争取盟友共同应对中共的做法 更具备战略性和傻伤力 所以胡锡进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就反映出了 中共的这种失望、恼火 但是又进退失据的战略无所适从 回到共和党时代 让共和党来执政吗 那他也不乐意 是不是 那民主党现在是执政了以后呢 他本来想从中得到一些好处 现在看来又很难 而且遭到打击更大 这叫无所适从 不知道怎么样再去跟美国政府打交道 这种无所适从文章对于美国政府的极度无知可以反映出来 这文章说什么 它说川普政府虽然走了 但是他作为严厉的婆婆走的 拜登政府的表现更像是生活在婆婆余威下的新媳妇 你以为美国的政治跟中共的老人政治一样 江泽民走了 还带着个军委主席的角色走了 胡锦涛跟一个小媳妇一样战战兢兢的执政吗 如果那样拜登怎么可能在上任第一天 就连续签署17项行政命令 完全颠覆了川普多项决策 把美国整个的前进方向都给调转了 这能是媳妇干的事吗 这环球点评说拜登政府超越川普 就是在病毒溯源这个问题上疯狂攻击中国 说川普都没有明确这个打压中国的新方向 就这句话呀 才是环石这篇文章的关键点 其实咱们回过头来说 川普他是最早就看出病毒危害 提前关闭边境的是不是川普 顶了很大压力呀 派出军用飞机到武汉 直接把在武汉的美方人员给接回来 这都是在国际卫生组织和美国国内 左翼媒体的极度攻击下完成的 后来不也是川普特立独行吗 在演讲稿上直接修改 新冠病毒直接改成中国病毒 是不是 但是他没有能力走得更远 为什么 因为大家如果有印象 早在2020年5月 你还记得吧 那个时候就有一份情报报告了 川普当时声声他看到的新冠病毒 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证据 被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推翻了 那份报告说病毒并非人造 川普总统逼迫中共交代病毒来源的努力 后来被广泛的攻击为说它是推卸责任 往中国身上推责任 后来一系列所谓歧视华裔的指控也因此而生嘛 说他写的这个中国病毒或者叫中共病毒 是在歧视华人 历史啊 朋友们 就是这样的遗憾 如果在去年5月份 就在川普的强力逼迫下 中共也许会交代病毒源头 至少西方会有能力更早的截获有效基因序列数据 后来这个事就停下来了 没人干了 如果更早的拿到了这些数据 知道了源头 这对于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 都会拥有更大的战胜冠状病毒 有效的防止它再次爆发的能力 这很遗憾 错过了 现在实际上说实话 朋友们 中美两国的人民都在为各自国家政客们 全力阴谋而谋受更大的灾难报应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就在5月底 拜登下令重启病原调查报告的时候 是留了活口的 他的命令当中明确只是两个调查方向 第一 是自然界产生 第二 是实验室泄露 其实这就已经把中共有意图散播病毒的责任 就主动就给抹掉了 当然了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自始至终 我个人观点一直是倾向于实验室泄露的 因为我不认为中共有能力控制 或者至少让中共自己的核心人员能够躲一躲吧 这病毒是没有眼睛的 你要躲不过病毒 你没有有效的疫苗 你不找死吗 也就是说 中共在无法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的时候 它是不会主动散毒的 我太了解中共官员了 这些无神论者有多么惜命 怕死 怕失去 当然了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中共的最高层的设计者 顶层的这些决策的这个制定者 也被野心勃勃的科学家们蒙蔽了 认为病毒实际上可以给敌人造成打击 然后自己伤害完全可控的 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我也不排除 是吧 不管怎么样吧 即便是实验室泄露 中共也要承担隐瞒疫情的责任的 也要承担错过最佳防疫时机 将疫情散播全球的责任的 这是要赔钱的 承担巨额赔偿的 但是主动散播病毒那就不一样 那就不折不扣的发动战争了 环石文章攻击拜登政府的原因就在于明确了 说拜登这个90天病毒溯源调查报告即将出台 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个过程 就是必然存在什么 就是这个期间这90天之内 各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博弈 在这个博弈当中明确的一点就是什么 中共再次败下阵来了 它已经没有办法阻挡一个指向中共 对病毒担负全责的报告的出容 为什么呢 因为文章当中已经点出来说 共和党外委会提前拿出调查报告是政治定调 可以设想就是如果中共在台下 如果说是运作成功的话呢 那这个国会的这个定调的这个调查报告 就不会影响到白宫 是吧 那么它就环石、人民日报、央视 就不会去对拜登政府进行直接攻击了 所以呢 看来中共是已经清楚 从各种渠道管道知道了白宫将推出 接受国会调查报告基本事实的 类似最后的权威报告 这一点我在8月5号的评论中已经阐明这个观点了 环石文章第一大看点其实就在这 就是什么 就是中共自己确信难逃此劫了 那么环石文章主要目的还有什么 就是要吹响国内民族主义号角 知道难逃此劫了 他也要挣扎一下吧 是不是 找炮灰呀 成为中共党为这一批全面反向指控病毒 源头来自美国的宣传行动 它重要一部分 就是环石文章 包括还是其他像什么央视 专门制作一些特辑 堆砌过去都是一些新闻片段 预见 咱们可以预见什么 就是未来几个星期 一直直到情报出台 都是中共党媒扭曲宣传的高潮 咱们回头看一下中共这个历史 在历史上达到这样的宣传规模的背景 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什么 都是要有巨大的战争风险 不论是中共发动战争还是中共准备迎接战争 它都会进行这样子 这种规模的大规模的宣传 等于是战争动员嘛 中苏珍宝岛冲突 60年代末 随时就从局部冲突上升为全面战争 甚至要遭受苏联的这个核外咳嗽手术打击了 当时在中国大江南北十天里 十九十天时间被煽动的中国民众在29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四亿人次走上街大喊疏修 打倒疏修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朋友们 大家可以跟当下做个对照 习近平不是爱学习毛泽东有样学样吗 当年呢 就是珍宝岛的时候 毛泽东在军队内部是高层当中特别强盗 不要打了 然后呢 对九大政治报告 对中共的高层来说的也是要淡化边境冲突 显然他是不愿意 也知道什么 打不过苏联 而在人民日报 就是煽动全国老百姓上街的时候 毛泽东表现就很牛逼 他说 要准备打仗 要准备大打 早打 打核战争 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 你看他的牛吧 我不怕 你一打进来 我准备让你打进来 结果后来还是美国人尼克松通过报纸透露了 苏联真的要打进来了 他准备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计划 当时中央领导很快就进行了大面积的疏散 毛泽东带着一拨人去武汉 林彪带一拨人去苏州 还有去西安的 周恩来呢 留守北京 带着一些人把总参谋部移到了西山防河指挥中心 所以你说全国的老百姓意气昂扬的游行 摩拳擦掌的都等着说早点打 打核战争 他先跑了 所以呢 看中共历史很有意思 你看这跟当下的这中共的一些举措 领导人的一些说法比较一下 也是准备早打大打战争 是吧 此次呢 中央一级宣传媒体是全动 就是这种叫全民战争动员的一部分 首先当然要打造自己是很正义 很无辜的形象嘛 甩锅美国那些论点论据呢 结果却无一立住脚的 美国军人说最重要的几个吧 第一个 美国军人带病毒到武汉 中央电视台的依据什么 竟然是美国的YouTube的一个十万人订户的博主叫做韦伯尔 至于说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病毒实验室 说在2019年8月份关闭了 实际上它这个关闭是因为实验室的消毒设备计划修复 这个事15个月之前就在做计划 就在做修复计划了 准备了一年多了 根本不是什么 到了2019年8月份病毒泄露它才关闭这个实验室 修设备 准备了一年多 而中共党媒当时费尽心思寻找军事基地附近 是不是有病毒感染事件 还真找着了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呼吸系统疾病 是跟电子烟相关的疾病 再说了 美国这个联邦疾控中心 在3月27号已经批准什么 德特里克堡基地的三级和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 全面恢复传染病毒的研究 不是说关闭 人家现在重开了 这个病毒实验室 而且研究的是什么 是埃波拉病毒 从来没有接触过冠状病毒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卫生系统 它是透明管理 它干了什么事 它做了什么研究工作 你都可以查得到 你完全可以轻松的去核实上述信息 另外呢 针对党媒指控美国政客串通 从世卫组织搞调查 最近一些天不是有一位人物出了名吗 是所谓的瑞士生物学家叫威尔逊·爱德华兹 他的名出现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社交媒体上 说批评世卫组织新冠溯源工作在美国施压下被政治化 说这句话是那位瑞士科学家说的 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就发表声明说了 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位瑞士生物学家 瑞士大使馆官方很幽默 发了一个寻人启示 寻找这个威尔逊·爱德华兹 说 威尔逊·爱德华兹先生 如果你存在 我们很想认识你 这等于是辟谣了嘛 随后呢 这些报道突然间就从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上消失了 但是这种造假和他这种信誉的这种丧失 对人民有用吗 没有 老百姓看的就是那份情绪 这让人想起前段时间郑州大水当中 中共不是说去竭尽全力去救灾 都在花时间去琢磨怎么推卸责任呢 但是那时候他锅甩的就有点大 怎么甩锅呢 原先是一个不出名的导演叫做容震发帖子说 我就一个问题 美军到底往台湾运什么了 当时不是有美国军方的飞机罕见飞抵台湾吗 然后呢 这个容震说 美国驻华大使馆 你今天不交代清楚 咱们这就算宣战 都牛逼这话说的 你落地几天 我们这里有千年一运 真巧啊 你要说一个导演嘛 一个艺人 说说也就算了 因为也许搞艺术的 是吧 脑子里科幻电影题材太多了 但是金灿荣又发文了 金灿荣可是国家级的学者 是美国问题专家说的话呀 他说 极端天气频发 小心敌国气象武器 那这样老百姓可能就信了吧 你说窝盖多大呀 你说这什么逻辑 你要说你真的就是美国那么牛 可以操控飓风 还是美国自己每年好几次遭受飓风侵害呢 他要这么牛 直接把那个飓风转别的地方去了 是不是 转到古巴去了 免得再来一次珠湾登陆 我还记得川普当时2017年 带着美拉尼亚去哈维飓灾难现场 美拉尼亚穿着高跟鞋 登那个直升机还受到左媒的攻击 你说 这个第一夫人穿着高跟鞋去灾难现场 一脸是不真诚 其实人家下飞机到现场就没穿高跟鞋了 结果媒体就不给你报道了 就是说 现在的媒体 它不再把挖掘与报道传播真相作为职业操守 而是把操控民众情绪作为理想了 就是愚民嘛 所以刚才说了嘛 像环石、人民日报揭穿它了 它在造谣 它不在乎 因为老百姓已经接受了它的观点了 在舆论上什么呢 反手为攻 对待这个美国即将出台的情报报告去争取主动 混淆视听 当然 实际上它根本无法阻挡国际上去追寻真相的脚步 也无法阻挡全球对中共清算的到来 它就只能是在继续在国内骗 一个制造中共正义无辜的形象 这个会员网站上咱们前两个星期不正好 跟大家说了一个那个动物农庄的故事吗 那政治语言说的很准呢 描述社会主义极权国家面对危机、面对政策失误 无一例外的就推到阶级敌人和境外势力身上去 那个动物庄园里的猪 是不是 一切错误都推到另一头猪、雪球身上 中共这种洗脑方式一直得心应手 让中国的国民是心甘情愿充当炮灰 然后再推着这些炮灰堆到前面来说 对世界说 你看咱们已经组织起来了 你要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实际上朋友们 这就是要多翻墙 还要睁大双眼翻墙 只有真相得以传播 才能挽救苍生 于万劫不复 好 今天节目咱们就做到这 刚才说到翻墙了 跟大家再次推荐松鼠VPN 现在美国的几大社交媒体、科技公司 也要停止在香港的投资和提供服务了 意外着什么 很快香港也要翻墙了 使用好的VPN是可以避免中共和香港这些代理人 跟踪和实施政治迫害的办法 大家这个试一下松鼠VPN链接在我们这个节目下方 另外呢 今天这个纽约州州长库默 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吧 他在强大的舆论和党内大佬的压力下宣布辞职了 这个在美国来说是个很大的新闻 明天星期三 我就在会员网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 不光说库默了 就是美国左翼媒体这段时间 面对美国国内政治上最大的两个事件 一边东边一边西边 就是什么 纽约州长辞职 加州州长的弹劾 他为什么做选择性报道 纽约州长这个性丑闻事件怎么知道 是辞职的直接誘发因素 是吧 但实际上 它问题大了呢 去年疫情期间 川普动用总统权力 给他派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军事医疗船 他不怎么用 把老人集中在没有医疗条件的老人院 结果导致过千人死亡 那这个事媒体为什么不报 那这要弄起来 那就是刑事罪 现在是对丑性丑闻大家这个鞭挞 赶紧杀去 什么原因呢 另外就是加州民众 唾弃州长纽森的这个结局到底如何 大家熟悉好多华人组织 华人政治人物 他不为华人出头路面争取权力 因为他们背后究竟是谁 纽森毕竟存在这个怎么说下台的机会吧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这个左翼媒体应该为这些 左翼思想极左思想的政治人物摇旗呐喊呢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那么做呢 你想 这些媒体可是有能力铺天盖地的 对某位政治人物竭尽攻击抹黑之势呢 为什么他们不发挥自己这份能力呢 这里面藏着怎样的更深的阴谋 这个话题我们就留在会员网站里面详细的论述了 那么现在会员网站推了一个一美元看七天的优惠 目的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去试看 对我们的会员节目有一个了解的机会 我还是那句话 咱这个节目绝对物超所值 一块钱七天嘛 七天后你可以不看 你也可以就扭头就走 不带走一片云彩 欢迎朋友们看完油管节目之后呢 一部会员网站会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在那等着您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朋友们再见